我在圣灵里祷告,主对我说, 我要人们穿上军装, 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磨难的日子。 阿妹,有仇敌, 试着夺走你内心的平静, 试着夺走你与孩子的关系, 你对他们的影响, 要把影响力交给别人, 孩子的心灵正在受到攻击, 他们被剥夺, 得不到神话语的真理, 他们相信一些在YouTube上所看见和听见的内容, 并且有一种文化兴起, 所有都基于他们自己说的, 他们说没有绝对的真理, 圣经不是绝对的真理, 显然他们不相信, 因为他们把自己视为绝对的真理, 说你相信某事, 你不相信绝对的真理, 你问他们你绝对相信吗? 他们说是, 这是绝对的真理, 你相信某件事, 但谁是你信念和真理的根源? 他们自己, 不,对不起, 神的话早在你出现前就已存在, 天地会过去, 但我的话必长存, 各位, 那些剥夺你孩子的想法和思想的势力, 我无法理解父母, 所以让孩子在电视上看他们, 想看的任何东西没有限制, 没有规范, 如果你爱他们, 不要宠坏他们, 圣经在真言中说, Amen, 疼爱,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Amen, Amen, 清楚地说, 如果孩子还很小, 可以拿走玩具, 皮的时候需要被限制, Amen, 他们知道这是管教, 因为他们调皮, 不要试着与小孩来理论, Amen, 到了青少年期, 你会遇到挑战, 但神更伟大, 超越他们的智慧, 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 让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 但要运用比他们更大的神的智慧, Amen, 要知道你正在征战, 你和你妻子的关系, Amen, 有些男人被捆绑, 他们已经被捆绑在自己的电脑里, 独自一人时, 看色情影片, 他们被捆绑, 他们不知道如何脱身, 他们知道这不能满足, 不知道这对自己没有帮助, 但就是上瘾了, 像所有的成瘾一样, 你需要帮助, Amen, 这是属灵征战, 我们要知道四周有着这些灵的存在, 就是这些灵带给你痛苦, 症状, 疾病, 他们给你忧郁, 他们是那些抢劫你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这样说, 盗贼来魔鬼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 还有毁坏, 我一直认为偷窃先出现, 在杀害毁坏你之前, 因为耶稣在另一个比喻中告诉我们, 他说, 魔鬼来, 把道夺去, 无论你做什么, 都不要失去神的话语, 你的孩子随时间过去, 即使他们在教会里长大, 在Rocket, 在我们的教会里学习了, 学习了基督的价值观, 但他们进入世界, 如果受到朋友的影响, 慢慢地你会发现, 他们开始相信别的话语被偷走, 你可能会感到绝望, 你可能会感到气馁不需要, 奉耶稣的名, 神可以给你影响力和恩惠, 是那些朋友永远做不到的, 事实上, 他们的朋友越不相信, 你就越要相信, 好, 当我说你更要相信, 你更是实践的基督徒, 你要知道你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Amen, 在基督里, 你的话带有分量, 圣经说, 撒姆尔所说的话, 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当你和孩子说话时, 你必须相信, 不, 他不会听我, 他别再这么说, 祷告, 求神赐下他的智慧, 你的话语有分量, 你就不必说太多, 真的简单几句话就会深入, 你说我不同意, 那个人太骄傲, 那个人想要超过神话语的权柄, 对不起, 我遵守神的话, Amen, 够了, 不要, 你知道, 你知道, 不要, 不要这样, 不要强加真理给人, 强加道理的人, 是因为自己没能力, 他们想要展现, 如果你有力量简单开口, 王的话本有, 本有权利, 传道书说的, Amen, 单单说出来, 相信我们的神会恩待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求神的恩惠, 即使他们看起来变得更糟, 求神赐下恩惠, 只要你爱他们, 家里有价值观, 但不要做像那样的人, 他们在看你, 你不在美, 不听讲道, 你一直在追剧, 你知道, 总是, 总是, 总是骂人, 诅咒这个人, 这个亲戚, 这个同事, 家里充满这些, 哇, 他们正在观察, 你以为你在用你的话教养他们, 其实是以身作则来教养, Amen, 不要感到被定罪, 如今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 Amen, 即使是好父母, 也会失去孩子, 一段时间, 我始终相信一段时间, 因为就是到老, 他也不会偏离, 这是神的应许, Amen, 在圣经中有好父母, 他们的孩子, 你知道, 误入歧途, 萨摩尔, 先知萨摩尔是个了不起的人, 但他的孩子误入歧途, 满有神所应许的大位, 和神心意的人, 误入歧途的儿女, 但神对我们的应许是, 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关系, 魔鬼也想偷走你对人的影响力, Amen, 让基督徒看起来像是疯子, 我并不怪他们, 如果你在工作中, 形象是随便说谎, Amen, 你妥协, 喜欢黄色笑话, 你不发光, 你知道我不是说有自以为是, 我比你更圣洁的态度,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高贵, 小马, 过来帮我做这个, 不, 不是, 耶稣有一种美, 他在麻风病人中间, 洁净他们有力量, 有尊贵, 但有爱, 即使他导正法利塞人也有爱, 在耶稣身上, 有世界想看见的尊贵, 他们想看见你很独特, 他们期望能有个不一样的人, 他们想过尊贵的生命, 他们知道这是低违的生命, Amen, 所以不要妥协, 耶稣说你是世上的盐, 你知道盐是什么吗, 在当时是冰箱, 使鱼不会变质不变坏, 所以盐在当时很有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在沿海地区死海, 那个时候他们有采矿业, 罗马人会用盐当薪水付给士兵, 不只给钱还有盐, 盐很有价值, 他们把盐加在食物里, 所以有这个说法, 他值得一袋盐, 明白吗, 就是这句话的来源, 来自罗马人, 用盐当薪水, 查考一下, 英文薪水, 字源来自盐, 这个字薪水, 所以你上周的盐是多少, 老板有没有增加你的盐, 然后耶稣这样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但盐若失了, 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咸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在脚底下了, 知道他说什么吗, 在当时的盐, 对吗, 如果盐变得不咸了, 失去咸味, 为什么, 当他接触地面时, 我查考了这个, 在当时的以色列, 我对此进行研究, 现在科学已经证明, 那时候他们只知道, 如果存放盐, 接触到地面, 盐就会失去咸味, 所以, 当他们将盐包装起来, 必须确保有专门的储存, 不会接触地面, 一旦接触地面就会失去价值, 那当它失去价值时会如何,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拿起盐, 丢到哪里, 耶稣讲得很具体, 甚至在科学上远超出, 他的时代, 当然他知道一切如何运作, 他说,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哪里, 在外面, 一旦无用, 可以丢在外面, 可以丢在世上, 已经失去咸味, 就丢在街上, 为什么, 因为即使是不咸的, 或失去味道的盐, 你也不能丢到田里, 为什么, 因为会导致没有办法, 没办法收成, 会夺走庄稼的生育力, 不能丢到田里, 他们不会丢到田里, 会丢到, 丢到地上, 让人踩踏, 是否可能, 做一个失去见证的基督徒, 人们踩踏在你身上, 为什么, 你不敢与众不同, 你每当一个基督徒, 想要像世界一样时, 好, 世界胜过他们, 一次又一次证明了, 只要基督徒坚守自己的立场, 为神的荣耀而发光时, 甚至世人也想要认识主, 他们想要可以尊重的人, 他们想要在工作场所, 说真话的人, 他们想要一个, 有着神荣耀的家庭, 即使偶尔失败, 也没有关系, 他们看见你, 你有力量, 胜过那个试炼, 你有个任性的儿子, 他们看见你如何面对, 他们想要, 他们想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 这就是为何所有这些YouTube影片, 这个家伙保证, 那家伙保证这个, 那个家伙保证那个, 这些都是人的理论, 这是神的话语, 神造我们, 他知道我们是如何被设计的, 他知道我们是如何被造的, 他给男人和女人, 他造了男女, 他称之为婚姻, 他祝福他们, 并说要生养众多, 性不是魔鬼的主意, 是神的主意, 神用来生养众多, Amen, 变满这地, 神知道这个地球的一切如何运作, Amen, 大家Amen嘛, 神让我告诉你这个, 就是这个, 当我在圣灵里祷告时, 他说, 确保你穿戴神赐的军装, Amen, 我们很快来看神的军装, 以福所书第六章,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你自己不刚强, 我也不刚强, 但是我们可以依赖他的, 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换句话说, 我们专注于他, 并意识到, 意识到我们自己在他里面, Amen, 在他里面, 我们得以刚强,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然后说,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为我们并不是, 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至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注意, 黑暗的国度里, 有阶级, 魔鬼有阶级, 当然, 撒旦凌驾于他们之上, 有各个阶级,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灵体,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你的问题不是你的老板, 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配偶, 你的问题不是你的孩子, 好, 背后是某种属灵的东西,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爱人, 即使是恶人, 我们必须确保仇恨不会进入我们心中, 为他们祷告, 有很多犯大的错误的人, 后来转向主, 因为他们做了从神来的梦, 他们不读圣经, 但他们做了来自于神的梦, 为他们祷告, 这就是基督徒的姿态, Amen, 好, 中国人有一个, 有一个说法, 当骨头很痛的时候, 风湿, 怎么说, 风, 风, 有趣的是, 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旧约和新约, 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风这个字, 不管是风还是灵, 都是同一个字, 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Numa, 气体力学, 气动砖机, 气动, 风力发电, 灵, 风, 圣灵, Numa Hagios, 圣灵, 是气风, 灵, 一样的, 希伯来文也是Ruach, Amen, 灵, 风, 所以他们说, 风吹来我感到很痛, 这不是风, 是这些不同的灵, 你如何与之征战对他说话, 对他说话, 说奉耶稣的名, 你这污秽的灵疼痛, 放开我的身体, 让我离开奉耶稣的名, Amen, 如果没变化怎么办, 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 不要问, 先做, 不, 在你做之前就已经怀疑, 啊, 哦, 你们这小心的人, 说, 别怀疑, 没发生再说一遍, Amen, 你的话是灵, Amen,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 好, 下一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我们在磨难的日子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你将屹立不摇, 绝对是因为你穿戴神的军装, 所以要站稳了, 站立这个字出现的频率, 重点, 我们不会靠奔跑来征战, 呀, 知道吗, 我们要站稳了, 是不同的征战, 坚守阵地, 坚力代表地是你的, 圣经里有个故事, 讲到一片红豆甜, 扁豆, 知道什么是扁豆吗, 红扁豆, OK, 各位, 扁豆, 我告诉你, 脖肩饼和扁豆, 哦, 还有扁豆是很好的蛋白质, 你每天吃扁豆会很健康, Amen, 印第安人知道这一点是最大的秘密, 你不想让中国人知道, 扁豆, 从来不只是扁豆, 你知道吗, 不管是红扁豆, 以扫也为此放弃了长子的权利, 好, 或者是黄扁豆, 哦, 扁豆, 通常是红色的, OK, 那是片红豆甜, 仇敌来, 其中一位大卫的勇士站在那块田地说, 这块甜不属于你, 这是我家的田地, 是我的产业, 是我爷爷传给我父亲的, 我的父亲给了我, 这是我的土地, 他坚定站立, 坚立代表你站在已经属你的东西上, 好, 向前迈进, 是迈步去得着原本不属于你的, 但你试着, 试着拿到, 所以他坚定站立, 圣经说他拿一把剑, 所有非力士人和仇敌们都来了, 他就站稳脚步, 一个接一个, 击杀他们, 一个接一个, 直到所有人都死了, 圣经说他征战, 直到手臂疲乏, 手粘住刀把, 剑和手合而为一, 他紧紧握住, 直到手粘住刀把, 他站着, 屹立不摇, 四周的人, 全都死了, 坚守阵地, 让仇敌倒下, 魔鬼正在, 并不是, 我正努力得着医治, 并不是很多年了, 太多年了, 我很努力, 朋友你弄错了, 不是努力得医治, 你已被医治, 当圣经说我们因他的鞭伤而得医治时, 是已完成了, 你已被医治, 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 魔鬼试着偷走你的医治, 魔鬼要你的心觉得你没有得着医治, 到目前为止, 明白吗? 我们继续, 好,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竖腰, 首先要竖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当你征战时, 这保护你最脆弱之处, 对吗? 在当时是罗马征战, 各位, 这是保罗所引用的罗马军装, 照住四围, 对吗? 保护你的心脏最脆弱的部分, 可能你的腰或腿受伤, 仍旧可以活下来, 但心脏不行, 公义当作护心镜保护你的心,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十六节,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让我们来数一数, 好吗? 再回到第一个, 好, 用真理当作带子竖腰, 第一,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二, 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三, 最重要的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四, 对吗?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 各位, 是一切的, 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第五, 并戴上救温的头盔, 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六, 神从不停在, 六, 下一个,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七, 七, 只有两个是攻击性的, 其余都是防御性的, 宝剑和在圣灵里祷告, 在你的祷告中直接进入天堂, 你可以用你的灵去任何地方, 那是什么? 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 用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旧约其实在等着拥有这件军装, 还有这军装穿戴的方式, 仔细听我说, 不是按照某些人教的方式穿戴, 我曾听过人教导, 就像穿上蝙蝠侠的衣服一样, 知道蝙蝠侠吗? 有一个步骤他穿上, 哇, 工艺的盔甲,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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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每天都必须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仇敌看见你赤身露体, 所以我每天起床, 可算, 我穿戴上盔甲, 在穿上, 一直以来, 当别人告诉你, 这是真理当带子竖腰, 公义的护心境, 其实是在告诉你, 关于福音的真理, 真理公义, 平安的福音, 信心的盾牌, 圣灵的宝剑, 在圣灵里祷告, 这在旧约并不存在, 因为在旧约, 他们与肉身的仇敌征战, 并从主领受得胜, 但他们无法与属灵的仇敌征战, 还没预备好, 那是更大的仇敌, 因为他们是在背后, 赋予所有肉身仇敌力量的, 你处于那个位置, 哇哦, 牧师, 我不想征战, 我不是仇恨者, 我是有爱的人, 可惜啊, 你在征战中, 你在征战中, 我希望我没得救, 那你就死了, 如果猎人有把远程射击的来福枪, 它射向四只鸟, 好, 两只鸟死了, 一只鸟飞走, 一只鸟受伤, 半死, 半活, 对吗, 半死不活, 它会先解决哪一只, 死的那两只, 活的那一只, 魔鬼在追捕你, 为什么, 代表你还活着, 死的人, 它才不管呢, 它已经抓住他们, 它随时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放些东西, 任何时候想到忧郁症, 就能放进忧郁症, 任何时候它都能捆绑, 但它不能对你做, 它必须让你相信谎言, 从你那偷走神的话, 所以你要来教会学习这个策略, 你有一位爱你的父, Amen, Amen, 我正在预备这个, 默想, 于是我想到真理做带子束腰, 我在默想, 我知道这代表什么, 我以前讲过, 我想要更多启示, 我在圣灵里为这个祷告, 单单默想这个, 真理的, 真理的腰带, 真理的腰带, 我们如何运用这真理的腰带, 真理的带子, 我儿子, 我儿子跑到我的书房里, 好, 贾斯汀, 十一岁, 他跑来跑去, 爸,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他戴着一条腰带, 玩具腰带, 当我在默想所有这些, 当时我正在默想真理的腰带时, 他刚好跑了进来, 他跑进来, 爸, 看这个, 看这个, 然后我说, 我说, 什么什么, 他说看, 上面写着腰带, 他给我看刻字, 腰带这个字, 腰带, 感觉很舒服, 他说, 我知道了一件事, 就是这条腰带很舒服, 许多次, 神用我儿子来印证, 印证我的信息, 我和牧师们分享过很多次了, 神用他来, 用他来印证我的信息, 我开始进一步默想, 腰带在他离开后, 神给我这个, 这部分在这里, 这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圣经说的, 都在那儿了, 以夫所书六章, 来看以夫所书四章, 好, 我们往回看, 看见了吗? 所以, 穿上军装是最后一章, 但如果你之前看过神说,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因为真理在耶稣里, 在充满各种讯息的世界中, 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我们最好花时间在真理上, 真理不是一个想法, 而是人, 也就是耶稣, 他就是真理, 每当你来到真理面前, 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 突然间你在真光中看见一切, 明白吗?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哇, 我之前怎么没看见, 你能知道许多人, 魔鬼已经偷走神的话, 你知道情况会如何, 你再也看不见启示, 即使你花时间在圣经上, 只看见文字, 只有文字, 你已经失去, 敏锐, 渴望从神的话语中领受, 你不再对启示感到兴奋, 来自神的启示, 无论是什么启示, 来自神的灵的启示, 你想要那个启示, 你寻求神的话语, 听见神的话语很兴奋, 你很兴奋, 他设法, 他设法夺走话语, 他设法从你那里偷走, 他设法从你那里偷走, 而现在你的头脑很沉闷, 很容易就分心, 使一个人在直牙, 取得成功的力量, 是一次专注于一件事的能力, 老板在寻找的人是能够看见问题, 扭转局面, 集中注意力, 专注的能力, 现在被偷走, 消失, 很多人没有了, 为什么? 我用手机, 智慧型手机, 手机是原因之一, 我们非常容易分心, 我们太容易分心, 听见简讯就分心, 再回来, 你听过我分享这个像坏掉的唱片, 是一样的, 各位明白吗? 你要抓住一个真理多久, 一个你看见的宝贵真理, 这真是神所赐的, 不知不觉你分心了, 你无法细细品尝, 即使真的在吃, 哇, 这些是最棒的食物, 最好的鸡肉饭, 最好的隆冬, 不管是什么, 好, 我该怎么解释什么是隆冬呢? 总之, 你吃着, 你吃着好吃的食物, 你说这太好吃了, 不知不觉, 你开始思考工作上的问题, 你在想着你的家人, 你分心了, 你无意识地吃, 你不再专注, 这就是今天, 年轻一代被夺走的, 好, 浏览, 魔鬼, 魔鬼训练你, 只对某件事感兴趣, 一下子没引起你的注意, 离开, 离开, 他刚才说什么, 我听到一个开头, 之后呢, 你人在这里心不在, 你人在心不在, 你可以在那里在家收看, 在吗? 因为他们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你只能离开一下, 离开一下, 嘿, 回来, 这就是不亲自聚会的问题, 甚至人来了, 心都不在这里, 但至少你在这里, 他们在那里, 他们全都在那里, 之前怎么没看到那个, 你怎么不早一点看见, 魔鬼让你看见的, 我有这本书很久了, 真有趣, 你被偷了, 听起来很好笑, 但这就是魔鬼夺走神话语的方式, 我们的专注力消失了, 我有一整篇关于这个的信息, 但让我完成这个OK, 能让我完成吗? 你让我很分心, 知道吗? 美好的分心, OK, 所以,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好, 真理总是与耶稣有关,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很多花言巧语, 这是真理, 我说这是真理, 好, 高胆固醇不一定是坏事, 高胆固醇不一定不好,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才不好, 这个说, 没关系, 生酮饮食是好的, 不, 生酮饮食不好, 你知道, 甚至结识, 各种想法, 真理是什么, 事实是, 主了解你的身体超过任何人, 医生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很出色, 但他们研究的东西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事实, 不是明确的, 他们不会专门研究你, 他们尽力你的血液等等, 但只有神确切知道你有的是什么, 看这个, 这就是我在灵里看见的, 我看见至少有三件军装, 我看见正如真理在耶稣里一样, 你也以真理当袋子束腰, 在当时, 以色列的一般服装, 长长的, 飘逸的, 宽松的衣着, 当他们想服饰时, 就会绑紧, 就像耶稣在服饰前一样, 这在描绘关于, 你要开始一下活动或服饰, 你需要强顾的腰带, 对啊, 对罗马士兵来说, 腰带支撑着他所有兵器, 他需要的所有东西, 他的武器, 他的剑, 腰带掉落, 全部都会掉下来, 你的眼目要超越虚空之上, 拜托, 好, 请看这个, 注意看,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说脱去, 旧人, 请注意, 并没有说脱去旧人, 而是说脱去行为, 从前的行为, 旧人, 注意到吗, 措辞方式很重要, 有些人说我们心里还有一个旧人, 不, 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 你有肉体, 想做错事, 想犯罪, 对吗, 但那不是你, 你不是你的肉体, 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 我们会在这里看见, 在此之前圣经说,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喜欢生气, 看色情片, 想要, 想要, 骄傲, 而且永远荣耀自己, 并且总是占据功劳, 你知道那部分就是, 就是你救人的行为, 你不是救人不在你身上, 而是行为, 不过肉体就在那里, 肉体这些年来, 一直被救人激励着, 他说要脱去救人行为如何做到,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如今你有救恩的头盔, 救恩的希望, 也就是说, 你该如何脱去行为, 你的思想, 你必须在心灵里更新, 你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还是救人, 难怪你会做那些事, 而且以过去的方式在做, 在变老, 在你心灵里更新, 我很高兴你今天来, 你要知道你在心灵里得着更新吗, 你要知道你要正在心灵中得着更新吗, 知道吗, 由于时间关系, 我要以此结束, OK, 下次我们继续, 但在此之前, 我们来看,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你可知道当神看你, 神看见的是真实的公义和圣洁, 为什么, 因为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 当你重生, 你生而称义, 在内心深处, 我们是在公义中造的, 在真实的公义和圣洁中, 在你脑中要, 意识到这一点, 意识到这一点, 愿你心里的灵被这个充满, 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 我被神的本性充满, 我不是神, 但我现在有祂的神性在我里面, 哈利路亚, 肉体在我里面, 主把肉体留在我们里面, 最后部分还存在, 教导我们要永远谦卑, Amen, Amen, 那么而我们是什么, 是新造的, 在基督里神的义, 你越是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教导这个, 有这么多的见证在色情领域, 我们收到许多见证, 有很多分散, 在我的书中, 一个又一个, 一篇接一篇, 你们也听过, 我在讲台上分享, 年轻人说, 我曾经在色情片中, 有些老人也说, 我在色情片成瘾了二十年, 但在你的教导之后, 我开始宣告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一开始我不想要, 我还在看, 那慢慢地我越宣告, 我就越意识到, 他的思想正在更新, 他的思想正在更新, 他开始相信, 这就是他突然间, 那渴望, 真正的释放, 不是, 哦,我戒烟, 但我仍然想抽烟, 不, 真实的渴望是, 当你想到吸烟时, 就觉得恶心, 你会想吐, 这才是真正的释放, 就像宣告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甚至有时在他收看时, 他会宣告, 尽管很难, 但他宣告, 他宣告, 现在他说, 总共, 三年, 四年, 五年过去, 我再也没看过色情片,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但大家认为, 我们传讲恩典的福音, 是缺少对罪的责罚, 不, 朋友们, 看见吗? 看见了吗? 我必须停下来, OK, 暂时的, 下次再继续, 神祝福你, 赞美主, 哈里路亚, 到目前为止, 明白吗? 脱去穿上, 明白吗? 怎么脱去? 在思想上, 别再把自己当成旧人, 如何穿上? 明白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尤其是在你发脾气时, 特别在你做错事后, 就是那个时刻, 不, 这不是我, 我做了一些蠢事, 我称之为愚蠢, 哈? 但那不是我, 我刚才所做的, 并不是从我所出来的, 是住在我里面的罪, 所做, 对吗? 这并不是为自己找借口, 而是你借由宣告来更新你的思想, 不在于谁, 做的, 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当你导证你的孩子时, 在你离开前, 额外要给你的, 当你导证孩子, 导证他们的行为时, 不要说他们很糟糕, 不要攻击他们, 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所做的, 不符合真正的你, 我认识你儿子, 你比这个好多了, 你刚才所做的, 你明白吗?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说你刚才做的, 永远不要攻击这个人, 因为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 是在公义和真实圣洁中造的, 或真实的公义和圣洁, 你高兴今天来教会吗? 请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 朋友们, 如果你从未接受过耶稣基督, 圣经说当信主耶稣基督, 你就必得救, 如果那是你, 现在和我一起祷告, 你必得救, 如果你的家人和你一起参美主, 带他们一起明白救恩,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每一位听我说话的人, 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得救, 你可能在很多年前听过, 但你说我从未真正确定我得救, 那么今天就来确定, 现在和我一起祷告, 说亲爱的天父, 你是何等良善的神, 我不相信这是偶然, 我今天能听见这信息, 你爱我, 你拆自己的儿子耶稣, 他为我一切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你教他从死里复活, 他现在就在你的右边, 掌管万有, 我宣告,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我的救主, 我的神, 天父谢谢你, 我完全得救, 我一切的罪都得完全的赦免, 我求你奉耶稣的名, 用你的圣灵充满我, 奉耶稣的名, Amen, 赞美主, 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 你现在是神的孩子, 至高神的孩子, Amen, 你属于他的国度, 赞美主, 他也爱你, 请站起来各位, 请记住, 你处于充满征战的世界, 不要专注于魔鬼,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绝对, 绝对不要, 要专注于耶稣, Amen, 当神的复活时会如何, 他的仇敌都四散了, Amen, 当太阳升起, 你不必咒诅黑暗, Amen, 会消散, Amen, 黑暗的房间里, 打开灯, 不要专注于黑暗, 不要咒诅黑暗, 打开灯, Amen, 专注于主, 赞美主, 在接下来的一周, 主祝福你, 和你所爱的人, 主保守你, 和你的家人, 主的脸, 要光照你, 施恩于你, 主要向你仰脸, 赐你, Shalom, 平安, 健康与健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大家一起说, Amen, 爱你们大家,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